大家好,我是依宁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家庭版本的披萨 做法超级的简单 如果你是厨房小白的话 你也可以一次就能成功 首先准备240克的高筋面粉 加入2克酵母,10克白糖 1克食用盐,搅拌均匀 用130克的常温水来和面 搅到没有干面粉时加入10克玉米油 下手揉成面团 把面团揉透揉光滑 密封醒发30分钟左右 醒发至面团的1.5倍大 时间到,面团已经醒发好了 用手指在中间搓一个洞 它不会回缩 在面板上撒一点面粉防粘 把发好的面团放在面板上 在上面再撒一些面粉防粘 用手按压排气 排完气以后给它整理成圆形 平均分成两个等份面积 再把这两个面积都揉成馒头形 把口拧合盐 接着把揉好的面积上面撒些面粉防粘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圆饼 圆饼的厚度与大小呢 你可以随意 只要擀的不是太薄就可以了 擀好以后像视频中这样操作 将圆饼的四边向里边折叠一下 给它锁一个边 这样可以防止在烤制的过程中呢 芝士流出去 用叉子在做好的饼皮上面扎一些眼 这样可以方便烤的时候透气 涂抹上适量的番茄酱或者是披萨酱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再撒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 再放上一些青椒丁和圆葱丁 适量的玉米粒和青豆 在上面再放上一些香肠 最后再铺上满满的一层马苏里拉芝士 送肉提前约好的烤箱上下火 230度烤10分钟 烤好以后取出 趁热用刀切块就可以开吃了 浓浓的芝士味 拉丝效果也非常好 味道一点也不比买的差 外面可能要卖四五十块钱一个 自己在家做 只要十几块钱就能轻松的搞定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是一宁妈妈 我们下期见